在NBA中关于最佳阵容的讨论亦是球迷的新头号,而魔神黄佛沙无疑是公认的NBA历史最强阵容,分别是魔术师、乔丹、詹姆斯、邓肯、奥尼尔,他们都是各个位置最强的球员,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无法被击败。 NBA从不缺乏优秀球员,如果让我组一支队伍与他们抗衡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五人,你觉得可否一战? 空位,哈登,魔术师是NBA中最顶级的双能位,无论是组织还是得分都是顶级,一到五号位都能胜任,并且都能打出亮眼的表现。 加上2.06米的身高在空位位置几乎是无敌的存在,那么空位位置我只能选哈登了。 哈登同样是一名顶级的双能位,无论是组织还是助攻都不输魔术师,球场视野和传球都是顶级,得分能力比魔术师强得多。 而且哈登这壮实的体格对抗也是不吃亏的,突破也是游刃有余,对标魔术师完全没问题。 分位,科比,乔丹作为无可争议的篮球之神,在分位位置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。 得分能力极其强悍,没有任何人能与其相提并论,但科比绝对是最接近乔丹的。 科比的球风跟乔丹太像了,论天赋,两人身高同样是1.98米。 其他天赋虽然比乔丹差点,但影响不大,论技巧,两人几乎是一个模板雕刻出来的。 论运动能力,科比也没数多少,而且两人同样有着极其偏执的好胜心,同样有着爆炸的得分能力。 真打起来,谁输谁赢真不好说,小前锋,杜兰特,詹姆斯作为历史最强小前锋。 但巅峰杜兰特可完全不许詹姆斯,论身体硬件,杜兰特比詹姆斯强得多,特别是他那双大长臂,投篮几乎无减。 论运动天赋,杜兰特也不输詹姆斯,能跑,能跳,能突破,速度也快,而且只是看着瘦,但对抗能力一点都不弱。 在防守端凭借他的身高臂展亦能很好的限制对手得分,并且杜兰特的得分能力比詹姆斯强多了。 在进攻端就是一个大杀气,四次得分王就是最好的证明,大前锋,字母哥。 邓肯作为历史最强大前锋,统治力无需过多解释,在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大前锋都被他虐变了,在进攻端凭借一招老辣的打板投篮,几乎没有人能限制他,而在防守端更是稳如泰山。 哪怕是跟奥尼尔对抗都不虐,那大前锋位置只有字母哥能跟他抗衡了,在进攻端字母哥比邓肯更敏捷,更迅猛,更具爆发力,仅靠身体就能碾压对手。 而在防守端,字母哥也是都辟级别,力量,对抗都是顶级,加上他的逆天弹跳和身高臂展,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各种飞天大帽,完全有实力与邓肯对位,中锋,奥拉朱旺,奥尼尔是NBA历史上公认的最具统治力中锋,体重高达150公斤却像后卫般灵活。 在内线几乎没有人能够限制他得分,蓝板和盖帽也均为顶级,那我只能派出历史最强防守大闸奥拉朱旺了,他的防守能力绝对是中锋里的天花板,防守意识极佳,对抗也不弱,封盖能力更是强的离谱,常常能够预判对手的进攻然后送出大帽,而在进攻端凭借一系列的梦幻脚步, 在内线同样没有人能够限制他得分,走一步就能变化出三个假动作,对手根本无法预判他的出手点, 奥拉朱旺完全有实力跟奥尼尔拼刺刀,这套阵容无论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都不输魔神黄佛杀, 甚至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,真要打起来,谁输谁赢真不好说,你们觉得哪边胜算更大呢?